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大家好 我是凯特王 欢迎收听凯特迷之音 最近好多朋友都去日本玩了 看得我好羡慕哦 真的 去东京的朋友呢 还传了东京街头的影片给我看 哎 真是炫耀 他专门去拍了新宿车站东口广场前的一个3D的看板 现在呢 正在播放的影片就是LV跟草菅迷生联名的系列的广告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 但是我可以口述一下给大家听听 这个影片呢 最开始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带着原点的LV的箱子 然后呢 从箱子里头呢 突然就跳出了三个非常经典的草菅迷生的原点南瓜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 接下来呢 中间的黄色的一个原点南瓜呢 就转了180度 转过来呢 竟然就变成了草菅迷生本人了 然后你就看到他的头就开始朝下凝视 好像在俯瞰在下面的这一切死亡凝视 然后走顾右盼的 接着呢 另外两个南瓜就开始大变身了 草菅迷生呢 在这个广告当中呢 仿佛像魔法师一般 又奇怪又可爱 再加上很多标志性的原点点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就是他的一个经典的图案 我想应该会让很多人 就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我没有 所以我觉得看得还蛮开心的 LV呢 这一次的联名宣传呢 在日本打得很凶哦 连地标 东京铁塔 也被用灯光打造成了草菅迷生的波点的图样 吸引了很多人去打卡 其实 不管你懂不懂艺术 应该都会被草菅迷生的创作给吸引 加上他本人非常具有识别度 所以呢 在全世界就拥有了很多粉丝 而这一次的联名呢 是继2012年之后呢 时隔十年 LV又再一次的跟草菅迷生合作了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搞艺术的朋友 我觉得搞艺术 听起来好像是年轻人才会做的事情 也许吧 在我很遥远的记忆当中 认识的那些艺术家朋友呢 其实都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认识的 之后呢 大家就各奔东西了 也很少联络了 有些可能还在业界 有一些呢 也很早就转行了 甚至呢 有人很早就弃意从商 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 学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后来呢 我国中念前段班 就是以升学为主了 然后有一回 美术班的老师来带过一节美术课 他看我图画得不错 于是呢 就鼓励我去报名美术征事 并且呢 让我课后呢 去辅导教室跟美术班的学生 一起加强术课的练习 在那里呢 我就认识了一个女生 她是后段班的学生 跟我一样呢 也是这位美术老师 从其他的班级挖过来的学生 她非常非常的安静 而且呢 特别喜欢坐在角落 然后自己默默地画图 我对她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她画水彩的时候 她不管什么颜色 她都要加一点黑色进去调色 所以呢 她的画 就是有一种很诡异的感觉 然后弥漫了一股黑鸭鸭的气息 老师跟她说 啊 你要改掉这个习惯 否则你参加珍视的时候呢 评计老师可能就不喜欢这种绘画的风格 那跟她比起来呢 我就是属于懂得如何投其所好的那种学生 至少呢 在拿名次这件事情上呢 我很知道怎么样做才可以拿高分 有一次呢 我稍微去晚了 于是呢 就坐在后面 就坐到她旁边 那一天呢 我就刻意把自己完成的画 跟她的稍微放在一起比较 哎呀 真的是应验的那句话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我发现自己的画跟她放在一起 就显得非常的普通 她的颜色虽然很诡异 但是呢 她特别特别的有张力 就是她的画就是特别的有张力 很有生命力的一种感觉 这可能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到 什么叫做有艺术天分 我觉得这个女生就是这种人 她的话非常的有自己的风格跟个性 后来呢 我虽然考上了 但是我没有去念 她也考上了 我们是为二两个考上的人 但是因为家庭因素的关系 我就没有去念嘛 念书的时候呢 我就到处去接POP的案子 以设计海报来打工赚钱了 毕业之后呢 我从事过大约十年的设计工作 画了很多商业的插画 对于绘画这件事情的热爱呢 大概也就是这样子了 转换了工作跑道之后呢 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 没有在画图了 对于艺术的喜爱呢 也完全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欣赏者了 有时没事呢 我就会去美术馆逛逛 看一看展 如果有特别值得看的展的话 我一定会去 然后呢 我觉得这么做 然后再回归自己的生活呢 就会有一种给自己充电的那种感觉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 曹建民生的作品 亲眼看到他的作品 是在2013年在上海的当代艺术馆 那一次是非常盛大的一个个展 然后我正好去上海出差 于是呢 我就抓了空档 然后就自己买票去看了 果然亲眼所见 你才会明白 曹建民生为什么会被誉为 当今世界最有价值的女性艺术家 他的作品 真的是让人目眩神迷 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 更是内心深处的一种 非常强烈的反复的撞击 你看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自己的心口是灼热的 会非常澎湃 就是你的情绪起伏会非常的澎湃 很多人都知道 曹建民生从小就被大量的幻觉困扰 患有精神性的视觉障碍 并且呢 也有精神上的疾病 他一直呢 都住在东京一所精神疗养院中 据他自己说呢 住在这里 可以让他非常的有归属感 也非常的有安全感 当然最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自己自杀 他没有结婚 也没有小孩 家人很早就跟他断绝关系了 他唯一的一个寄托呢 就是艺术 就是画图 93岁高龄的他呢 每天还是坚持去工作室画图 而且一画呢 就是8个小时 虽然他已经是当今最有价值的艺术家 但是他过的生活 几乎是没有什么物欲的生活 他不用3C产品 他也不玩社群 他不画画的时候呢 就是看书看报纸 他说他自己一生中 花过最多的钱 就是买下疗养院附近的一间房子 当作工作室 这样子的话呢 就方便他每天可以走路过去工作 据说呢 这就是他的全部 在精神疗养院里面呢 曹菅民生有一间私人的卧室 如此一来呢 即便他工作到了深夜 从工作室回来之后呢 如果他睡不着 他还可以在这里工作 比如写小说 写诗 画设计图 或画一些小小的图案 所以说 工作就是他的全部 某种程度上呢 他好像拥有世俗上 所有的人羡慕的一切 比如地位啦 名气啊 财富等等的 但某种程度上呢 他又让人感到十分的孤独 可是 每当你对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又觉得他好像很孤单的时候 我就会希望你去看看他的纪录片 只要你看到纪录片 真实的他拿起画笔的时候 那种专注 那种痴狂的神情呢 一定会瞬间把所有关于他那些世俗化的看法 一下子就抹得干干净净了 然后呢 剩下的就是 被眼前这一位只有画作 只专心做这一件事的老婆婆给打动 到那个时候你才会明白 原来就是这一种精神 让他的作品有着非常强大的张力 然后他才可以感动你 很多人都感叹 艺术家不是普通人 我经常也觉得 艺术家不是普通人 除了天赋之外呢 更多其实是指他们比普通人 对自己有更强烈的坚持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也许在你听完这一集 关于草菅民生的故事之后呢 你就会知道了 1929年3月22号 草菅民生出生在日本松本市的一个富商家庭 是一个母羊座的女孩 他的外公家呢 从事的是种子的生意 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望族 而他的母亲呢 是非常会做生意的一个女强人 但是呢 他的父亲呢 因为是入贼的女婿 所以呢 跟母亲的感情就没有那么好 是一个不求上进 却又不懂得尊重妻子的人 那爸爸婚后不久呢 就在外面养情人 碾花惹草了 母亲为了监视丈夫 曾经呢 就还是个孩子的草菅民生呢 去跟踪他的父亲 小孩子哪里懂什么是跟踪啊 于是呢 很快的就露出马脚 被爸爸发现了 然后呢 被发现之后呢 草菅民生就会被爸爸臭骂一顿 然后被大声赤贺 要他滚 小小的年纪 其实就被迫面对大人 这些不堪的事情 让草菅民生感到非常的痛苦 虽然是一个妥妥的富二代 但是呢 除了衣食无余之外呢 他从来就没有感受到 来自父母的温暖 母亲的严格 跟他的强势 更是让草菅民生感到非常非常的窒息 这种压抑的情绪呢 导致他十岁就开始出现幻觉跟幻听 他被确诊为神经性的视觉障碍 并且伴有精神分裂症 他眼前呢 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圆形花纹 无限的蔓延 让他感到非常的恐惧 没有安全感 可是呢 当他把这样的感受 告诉妈妈的时候呢 他的妈妈却只是当 这是小孩子的胡思乱想 幻听跟幻视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呢 他看出去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呢 根据草菅民生自己的描述 是这样子的 有一天 我坐在椅子上 看着红色的桌布上的纹理 花色 并开始寻找我的周围 是不是还有同样的纹理 从窗户 墙壁 天花板 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包括我的身体 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呢 我感觉自己 被逐渐的侵蚀 毁灭 时间跟空间不停地旋转着 自我变得微不足道 就在那一刹那 我意识到 这并非只是一种幻觉 也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存在 我被这种真实的幻觉给吓坏了 我对红色桌布上面的纹理 产生了强烈的恐惧 我夺门而出 但是台阶却在我的脚下散落了 我从台阶上摔了下来 手跟脚踝都叠伤了 就是这样子一种非常强大的恐惧 然后造成了幻觉 就是他看出去的世界 跟我们看出去的是不一样的 后来呢 草菊迷生就找到了一个方式 来帮助自己排解这种恐惧 那就是呢 他把自己所看到的世界画下来 他也许是非常单纯地想着 只要我能够把我自己看到的画下来 或许大人就会相信 我说的话了 于是呢 他就开始拿起画笔画画 看到什么就画什么 心里想着什么也画什么 他十几岁的时候画的母亲的画像上面呢 就已经充满了无数个密密麻麻的小原点的 这些本不该出现在现实中的东西 却出现在他的画里面 而且很神奇的是 当他把所看到的一切画下来的时候呢 竟然给他带来了暂时性的安抚 于是呢 他就更喜欢画图 也更依赖画图了 但是草菊迷生的妈妈 却不希望女儿画画 在他的心中 女儿应该像其他的白富美的小姐一样 好好地念书 专心地培养千金小姐需要的一些技能 将来呢 好嫁给一户好人家 而不是整天拿着画笔 涂涂摸摸 搞得脏兮兮的 画些别人看不懂的话 草菊迷生说 他将来不想嫁人 他就想要当个艺术家 母亲听到呢 就更火大了 不但撕毁了他所有的画作 而且呢 还罚他跟家里的工人一起工作 企图呢 让他打消做艺术家的念头 并且跟他讲 与其当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 那你还不如当个收藏艺术品的富豪 这样子更有出息 如果草菊迷生不听话 母亲就会打他 骂他 这样子的一个母子关系 你光想你就觉得非常紧张嘛 于是呢 也让草菊迷生对自己更加的失望 他的精神状态也就越来越不好了 他将内心的恐惧 变成了张牙五爪的一个植物跟花卉 把它们都画在图纸上 26岁那一年 草菊迷生无意间在书店 读到了美国著名女画家 乔治亚欧吉福的传记作品 看到那些画作之后呢 他忽然就对这位女画家心生向往了 仿佛找到了知己一般 他希望呢 自己也能成为像乔治亚这样子的一个画家 于是呢 不远千里 坐了六个小时的火车 到了日本的美国大使馆 问到了乔治亚在美国住所的地址 于是呢 再回头请求懂得英文的堂哥 为他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乔治亚 他在信中写着 我恳求您在艺术的道路上 给我一些指引 我感到非常的迷茫 虽然我跟你相距遥远 原本以为这封信呢 就这样子 石沉大海了 没有回音了 结果呢 远在美国的乔治亚 却真的回信给了曹菅民生 他在信中呢 鼓励他 继续创作 并且告诉他 如果他愿意来美国发展 他可以帮助他 乔治亚的这封信呢 给了曹菅民生 非常大的一个力量 因为从小到大 他从来没有感受到 家人的温暖跟鼓励 总是被打压 被责骂 被阻止 而乔治亚呢 不但鼓励他 朝绘化发展 更鼓励他 勇敢追求梦想 经过了两年的考虑之后呢 1957年 28岁的他 决定离开日本 前往美国去发展 母亲知道了之后呢 就给了他 大约100万的日元 并且告诉他 从此与他断绝关系 希望他不要再回到 这个家了 曹菅民生 收下了这100万日元 并且呢 把从小到大 所有的画作 大概加起来 总共1000多张的作品 拿到了一个空旷的合体边 放了一把火 全部烧掉了 这一把火烧掉的是 他跟母亲之间的 母女之情 同时 也像他此刻燃烧的 一种欲望 独自去美国发展的 强烈的欲望 他告诉自己 想要在艺术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就要离开封闭 保守的故乡 越过高山 飘扬过海 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虽然话是这样讲的 但是呢 以他一个非常平凡的 日本的小女子 只身去美国发展 谈何容易啊 不仅是 那个时候不容易 现在也非常不容易 哪怕有前辈 乔治亚的帮助 但也是非常有限的 虽然二战 已经结束十几年了 可是日本作为战败国 他这个身份 也让他在美国的艺术圈 变得非常的突兀 母亲施舍给他的 一百万日元 很快就花完了 他只能在没有暖气 没有浴室的出租房里面 继续他的艺术家的梦想 这时的草菅迷生呢 穷困潦倒 却仍然不打算回日本 他带着自己的画 在城市中的画廊穿梭 去兜售 但是由于英文 非常的不流利 再加上又是一个 亚洲东方的脸孔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 想买他的作品 在出租的公寓里面呢 因为睡到一半 就会被冷醒 所以他只好一直画画 画到天亮 如果肚子饿了 就在街边的垃圾桶 翻翻看 有没有人不要的鱼头啊 或者一些烂菜叶啊 从这些东西里面呢 找一些还可以吃的东西 然后熬一碗热糖来喝 草菅迷生后来回忆起 最初来到美国的日子 他说 实在是没钱 有些时候呢 只能三天不吃饭了 一年半以后呢 1959年 30岁的草菅迷生呢 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 在第十街布拉塔美术馆呢 正在举办一年一次的 年轻艺术家的连展 这个连展呢 邀请所有的年轻艺术家参加 草菅迷生呢 毫不迟疑就从出租公寓里面 一堆的画作当中呢 找出了自己最满意的五个作品 马上去参加展览 他的画呢 叫做《无限的网》 在一堆古典主义啊 现实主义啊 浪漫主义的作品当中呢 就显得非常的前卫突出 这些作品呢 都是在一个非常暗的 一个灰白色的背景上面 画满了网状的图案 这些原点呢 就受到了纽约知名评论家的注意了 艺术评论家唐纳德 贾德就在《艺术新闻》当中 这样子形容过《无限的网》 这个作品 他说 《草菅迷生》是一位原创型的画家 展览中的五幅白色巨幅的作品 无论是在概念上 还是在实现的方式上面呢 都是非常前卫 而且非常有力量的 他发自于那些融于平面的点 也发自于那些稍微偏迷的 但是效果强烈的点 因为这一次的展出呢 就让《草菅迷生》的名字 开始被很多人注意了 但是距离他真正成名 还有一段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 时间过得很快 又过了五年 在这五年当中呢 除了绘画 《草菅迷生》还开始制作一些软雕塑的作品 并且参加了很多反战的运动 玩起了行为艺术 比如呢 他就聚集了一些理念跟他一样的人 策划了一系列的裸体艺术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呢 都画满了原点 然后呢 上街去游行 如果你对六零年代的欧美 有一点印象的话呢 你应该就会知道 那时候的美国年轻人 在这个时期是 对性解放 反越战 客药 摇滚 嬉皮 非常热衷的一个年代 而这个期间呢 热衷于软雕塑的草菅迷生呢 就用软雕塑做了一幅阅历 但这个创意呢 后来却被克拉斯 欧登伯格 拿去了 用在自己的创作上 让他一炮而红 而真正的开创者 草菅迷生呢 却没有那么的幸运 1964年 他举办了一个 名为千船会的展览 把洋具的模样的软雕塑 塞进了船里面 塞得满满的 而且摆满了整个房间 并且呢 在这个房间的周围的所有的墙壁上面呢 都复制粘贴了 这一艘船的图片 当人走进了这个房间之后呢 就会有一种 整个世界都被这个 洋具的船 包围着那种奇幻的感觉 这种装饰艺术呢 在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方式 没有人用过 所以呢 可以说 草菅迷生 就是这种装饰艺术的开创者 他自己当时呢 还全裸 然后背对的镜头呢 站在这一艘 装满了洋具的船上面 留下了一张照片 大家对这个展览呢 其实都非常的吃惊 因为觉得他实在是太大胆了 大胆到有点离谱 当时呢 千船会的展览呢 还吸引了Andy Warhol来看展 他对草菅迷生的展出呢 非常非常的赞赏 觉得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艺术家 而这一次的展览呢 也刺激了Andy Warhol 在1966年 他也发表了著名的牛手交错 展现出了迷幻重复的一个图案 打开了普普艺术的大门 签传会之后呢 草菅迷生又做了其他的装置艺术 而这一次的作品叫做无限近视 他利用镜子的反射 将空间制造出了无限蔓延的 一个奇幻的幻境 搭配他那些无限原点的作品呢 呈现出了就是一种充满同趣 又非常梦幻诡异的一个空间感 他也是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创造出镜面空间的艺术家 后来这个方式呢 就被很多人沿用了 我之前看过的那个草菅迷生的展览 就有所谓的无限近视的复制 然后真的是你进去了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无限蔓延的一个空间 然后非常非常的有张力 非常非常的震撼 但是呢 无限近视的这个创意呢 又被其他的同行剽窃了 作为原创设计者的草菅迷生呢 忽然之间就觉得 艺术圈对女人也太不公平了吧 尤其是对一个异国的东方的女人来讲 这里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啊 草菅迷生呢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多次指出包括Andy Hoho在内的美国艺术家呢 曾经都借鉴过自己的想法 而这些人呢 在这些作品发表了之后呢 都发了财成了名 创意被剽窃 万念俱灰又被忧郁症缠身的她呢 一举就从她的工作室跳下去了 幸好她被救了回来 其实草菅迷生遇到的问题 比如被同行剽窃创意这个问题 身为女人搞艺术被无视这个问题 其实在很多的圈子也是存在的 例如呢 我们曾经说过的居里夫人 在学术圈科学界 以前女人要混出名头 那真的是非常难 很多优秀的女性学者呢 她们的工作成果 也经常被男性 拿去当作自己的成果发表 但是呢 随着女性意识高涨 女性为自己争取权利之后呢 才慢慢改善了这个不友好的状况 我想呢 当时在60年代 身处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的草菅迷生呢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触 女人要很大胆 要勇于争取 她才能够在男性主宰的世界 为自己发出声音 自杀失败之后呢 草菅迷生就告诉自己 我既然活了下来 那就好好地活下去吧 1966年 她没有受到威尼斯双年展的邀请 却自己带了1500颗镜面球 在展览外面自己办起了展 她穿起了和服 在草地上打造了一个叫做自恋庭园的空间 并且告诉来看展的人 每个人能够用两块钱美金买走一颗镜面球 而这些镜面球呢 可以反射到自己的脸 所以叫做自恋球 她甚至写了一个广告牌 上面这样子写 只要两块钱美金 你就可以买走你的自恋 因为没有受到邀请 所以保安很快地就来驱赶她了 可是草菅迷生完全不管 面对同行的指责 她也无懂于衷 因为她的用意 就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艺术 来批判艺术界的商业主义 我在网路上有看到这个行为艺术展的照片 那照片里面呢 就是一个外国女人 正在买这个自恋球 那草菅迷生呢 就是递给她的这个瞬间 然后呢 我就想 如果当时我在场 我应该也会掏出两块钱美金 跟她买这颗自恋球 然后呢 请她落款签名在这个自恋球上面 这个作品上面 除了因为喜欢这个概念呢 也觉得 这就是看行为艺术展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啊 你说对不对 即便呢 草菅迷生有过几次轰动艺术界的发表 但是呢 她依旧不被美国主流的艺术圈给接手 也因此呢 陷入了非常高的一个财务危机 1967年 当她知道自己又再一次没有获得预期中想要展出的机会的时候呢 她决定我要自己发表作品了 她将自己标志性的原点画在了任何一个物体上面 甚至呢 在行为艺术的现场呢 在裸体的模特儿身上也画满了原点 她在纽约华尔街证交所外面的街道 让四位裸体的女模特儿 随着鼓手的节奏扭动 而他们身上呢 都被画上了曹菅迷生的蓝色原点 但是呢 这样子非常大胆的行为呢 却把警察给招来了 他们遭受到了驱逐 还差一点点 所有的人都进了警察局呢 之后呢 类似的行为艺术初见过了好几次 草菅迷生呢 自己也会参与这些表演 她化着非常浓的妆 身穿自己设计的奇怪的衣服 一头嬉皮式的长发 在人群当中呢 非常的醒目 这样的表演呢 每一次只收取两块钱的美金 为她带来了不错的收入 后来呢 她终于获得了一次 在纽约莫玛美术馆的展出 并且呢 成为了纽约时报的封面人物 但是呢 这个报道呢 并不是在夸奖她 而是在质疑她 纽约时报在封面人物的副标上面 提出了这个质疑 她问大家 但这是艺术吗 这一份怀疑 其实就是针对草剑民生的 草剑民生平时作画的时候 是非常安静 非常专注的 但是在行为表演艺术上面呢 却是非常大胆 异常的豪放 她多次疯狂的裸体展示 让艺术圈很多的朋友都开始远离她 而这些消息呢 也传传传传到了日本 日本人开始大声的斥责她 亲朋好友呢 也纷纷的表示要跟她断绝往来 大家都把她当作疯子一样看待 而不是一个被精神疾病困扰的前卫艺术家 听到这里 大家应该也会非常的好奇 草剑民生谈过恋爱吗 我就知道大家最喜欢这种八卦了啦 所以呢 现在我就要来开始讲她的恋情咯 她当然谈过恋爱啊 而且呢 可能是某一些人会非常羡慕的 柏拉图式的爱情 她的对象呢 是美国第一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约瑟夫·康乃尔 这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呢 特别喜欢盒子 他会将非常零散的杂乱的小东西呢 拼接成盒子艺术 但是他不但搞艺术 还喜欢拍电影 他们两个人之所以会认识 是因为当时草剑民生在纽约的经纪人介绍的 那个时候呢 经纪人只说 我要引荐一位前辈给你认识 而草剑民生呢 对约瑟夫的第一个印象就是 嗯 是一个老头子 是的 约瑟夫呢 大了 草剑民生大概26岁左右 那个时候大概是60几岁 他看到草剑民生的时候呢 就对他一见钟情了 可能是因为东方女子天生的那种神秘感吧 还有就是他的个子很小啊 很可爱 而且草剑民生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蛮漂亮的 于是呢 约瑟夫就开始写信给他了 但是呢 草剑民生呢 却只把他当作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前辈 并不想被他追 但是约瑟夫不死心哦 不但一直写信给他 还找了各种的理由去工作室拜访他 两个人呢 除了聊艺术 也聊一些生活跟未来 渐渐的草剑民生就被他打动了 两个人就开始谈起了无性的恋爱 听天都会讲电话啊 写信啊 爱得非常的单纯 非常的纯粹 就像两个未成年人一样 不过呢 这段纯粹的爱情呢 却遭受到了约瑟夫母亲 强烈的反对 于是呢 没过多久之后呢 两个人就开始渐渐的疏远了 1972年 在草剑民生回日本的前一年 约瑟夫病逝 去世之前呢 他希望草剑民生能够来看他最后一面 两个人终于把话说开了 约瑟夫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个时候呢 草剑民生对于自己在纽约的生活 也是充满了各种的迷惘的 加上约瑟夫的离去 让他的精神状态陷入了谷底 1973年 44岁的草剑民生 终于决定回到日本 而迎接他的并不是故乡的友好 而是媒体对他一系列的抹黑 他们说草剑民生是一个疯女人 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才回来 并且呢 在艺术圈 做的都是一些非常下流 非常不堪入目的事情 他的故乡松本氏 说他是松本之耻 他念过的高中呢 将他在毕业册上完全的除名 随着草剑民生的父亲 母亲相继的离世 加上这些莫须有的污秽 造谣 终于又再一次的把他逼到了绝境 他又一次的自杀 幸好又被救回来了 被救回来的时候呢 他索性就让自己搬进了一家精神疗养院生活 并且愿意接受长期的治疗 远离公众的事业 就像消失了一样 直到了1989年 他决定在纽约举办一个回顾展 希望将这半生的创作的作品呢 一次性的展出 这时草剑民生已经60岁了 他想的可能是 如果他再不做 可能也许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 而这一次的展出 终于让他彻底的在艺术圈翻红了 哎呀 艺术圈真的是一个坑啊 怎么前20年一直被排斥 后来就变得好香的呢 但是这也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 人啊 真的要用作品说话 好啦 从国外哄回日本 日本人对草剑民生那些抹黑 就通通洗白了 日本美术界不仅接受了草剑民生 还对他赞誉有加 而获得家乡人的认可之后呢 草剑民生的反应也非常的真实 他哭得像一个小孩 1993年 草剑民生代表日本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 这个曾经拒绝过他的展览 终于为他敞开了大门 为了防止他发病 他的医生团队全程紧紧地跟随 这一位自愿住进精神病院的艺术家 终于被当成一个病人 而不是一个疯子了 进入了千禧年之后呢 草剑民生的作品在世界上大范围地掀起了讨论 甚至呢 衣服画的拍卖金额呢 会超过一个亿 他也被称作当代全球最贵的女艺术家 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呢 他的精神出了问题 自杀过了两次 被家人被国家抛弃 但是这些伤害他的障碍 都没有阻止他走向向往的艺术世界 过去呢 他就像西西佛斯一样 不停地重复推动那块巨石 掉下来了再推上去 掉下来了再推上去 如今 他终于把那一块巨石 也就是艺术 推上了顶峰 自从曹金明生彻底的翻红 成为本世纪最有价值的艺术家之后呢 就不断有人质疑他 利用精神病来立人设 来创造艺术的商业价值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有趣了 有没有 以前他没有红之前 有人质疑他的作品 不算艺术的时候呢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消杂木 说他是一个精神病 一直往他身上贴上疯子的标签 现在他红了 又反过来质疑 他是不是利用精神病来替自己营造故事 所以呢 从社会舆论的反复无常 我们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也就是 如果一个人他想要做他自己 就不要管周围的人怎么评价他 因为他们的评价 很多都是基于恶意的 目的只是为了要把你拽下来 要伤害你 坚持做自己 朝自己想要的目标前进 本来就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这往往意味着 你需要反复的抵抗 毁谤以及误解 要有坚持自我的那一份决心跟毅力 不管别人怎么在你耳边唱随你 嘲笑你 你可以哭 也可以偶尔软弱 但是呢 你绝对不能够辜负自己 向现实举白旗 我在草菅迷生身上呢 看到的是他对艺术从一而终的那份热爱 从十几岁开始 一路走到了六十岁 头发都花白了 身体都弯曲了 他还是像当初那样喜欢艺术 与其说世界是因为艺术的商业价值 认可了他 不如说 更多人是因为他始终在做同一件事情 而认可了他 所以呢 今天他九十三岁了 才会看起来那么的可爱 那么的可敬 在聊女性的时候呢 我经常收到有读者说 做女人啊 真是太不容易了 尤其是东方社会 对女人有太多传统的刻板的框架 一旦我们企图跨越那个框架 就会遭受他人无尽的责备跟嫌弃 凯特迷之音说了那么多的女性故事 虽然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 但是呢 关于自我这件事情呢 却是殊途同归的 因此 在新的一年里 如果你对自己摇摆不定 随时欢迎你点开这个节目 随意地点开任何一个女人的故事 我相信你 一定会从中找到安慰跟力量的 今天是2023年1月1号 新的一年 祝大家都能够坚定自我 原地再出发 凯特迷之音 咱们下次见了